玩玩具也要有仪式感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玩具点 我是33 今天咱们来看看这款《银户3》的星爵 虽然这已经是第四款了 但是视频里为了方便区分 咱们就还是叫这款3.0 哎呀不知不觉《银户3》也已经上映差不多一年半了 作为漫威这几年为数不多 水平算上成的电影 加上最后的全员告别 电影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很深的 收获的整体口碑也还不错 这个智障团队煽情起来 劲还真是挺大的 星爵作为团队的灵魂人物 这一集里的造型呢 对比之前的要显得更粗犷一点 头发更长 胡子也没有《银户2》那种精细打理的效果了 服装更是没有了标志性的 酒红色皮加克和大衣 变成了这个致敬漫画造型的对服 从头到脚是目前造型最有辨识度的一个 首先文具的包装 盒子的风格和同系列的前两款火箭格鲁特一样 橙色的色调配上了一张鱼眼镜头效果的照片 这只手显得是超级大 里面有一张带角色描述和一些照片的卡板 盒子里的内容物有主体 手型 手枪 特效件 一个音乐播放器 还有地台支架 主体方面 这款的高度在32厘米左右 这款的体型 维度还是挺大的 尤其是躯干和臂围 整体看着是虎背熊腰的 腹部这里也能感觉到有明显的填充 毕竟银户三里 星爵的身材感觉是稍微有点发福的 另外这款比较不错的一点就是完全没有螃蟹手的情况 手臂的外观呢 还是非常自然的 这款的战衣 制作上和火箭的大体一样 但是因为比例更大 所以在细节上 星爵的要更好 最大面积的蓝色都是面料材质 而且有很多种的外观拼接 有这种横线造型的 这种斜线造型的 还有这种通过填充隆起的部分 膝盖和大腿两侧部分呢 有局部小面积的仿皮革点缀 外加这种黑色的扣子 这种红色的长条 还有这种蓝色非常细的 包括内部的绑带呢 就都是软胶材质 这个位置是磁吸固定的 可以打开 然后再解开里面的魔术贴 就能看见刚才说的软填充 这个银护标志 还有里面这个金色的扣子呢 都是独立的塑料分件 开膜的精度 还有涂装都有不错的效果 小臂上的护臂 大臂上的护肩 包括肩膀后面的这一大块 都是更硬的软胶材质 对整个身材轮廓呢 起到了一个塑形的作用 而且这些软胶部分上的开膜 还有分色效果 这次都是挺不错的 这个腰带也是软胶的 然后上面的扣子 还有金属色涂装和做旧效果 鞋子是做成了护腿和鞋身两个部分 所以可动性呢 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外观上也都有扣子 和仿缝和走线的造型 这款头雕呢 我觉得是集合了前两个版本的优点 做出来的目前最好的星爵头雕 1.0的表情很生动 但是象征度一般 2.0的象征度要更好 但是又显得有点太苦大仇深了 3.0的这个是在这两点上做的都不错 首先表情呢和1.0类似 也是一个鬼魅的计策涌上心头的样子 和官图里的一个小变化 就是大获眉头紧锁的这个位置呢 要更明显 整体显得要稍微更严肃那么一点 官图里的这个呢 就是一个完全的慈祥笑容 结合人物的性格 我觉得大获最终的这个表情呢也是挺好看的 第二点在开模上 这款的肤质精度和马克6 2.0的头条很像 精度呢也是非常高的 在脸颊 眼角 鱼尾纹 都能体现出角色年近中年的效果 毛发的精度和涂装效果这次也都非常可以 尤其是落腮弧的部分 这应该是我的印象中 同类型外观里精度最高的一个了 还有就是头发的效果也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五官的细节上这次也比较有内容 比如HT还原了这个鼻头稍微像一边有点歪的 不对称外观 对真实感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眼眶的开孔呢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眼神看起来比较深邃 这款头雕是带脖子的 所以可动眼的调节位置在后脑勺里面 配件方面手型主体自带一对握拳手 替换的有一对持枪手 一对持握手 一对尬舞的手型 还有一对单指手 手枪和之前的没有变化 分色涂装很丰富 有金有银还有碳纤维外观的握柄 这次新规的呢是这两个枪火特效件 外观是一个爆炸效果加射出来的子弹 整体比较简单 直接按插就可以了 装上以后的这个效果呢还是有的 手枪除了拿在手里还可以卡在腿上 最后一个配件呢就是这个音乐播放器 这个也是终于从磁带机升级成了iPod了 而且耳塞也是入耳式的 这个东西外观上也是比较简单 正面一个屏幕和一些按钮 上面这里呢有一个充电口的小造型 这条线是软胶的 因为要把耳塞塞进耳朵里 所以这次呢HD是把头雕的耳窝 做得比较深 搭配这个持握手 就能摆出这个听音乐的造型了 可动性方面 因为有这个高搏领 头部上台下低 侧摆旋转的幅度呢都不算大 手臂平举 前举 后举 都是接近90度的水平 小臂弯曲可以超过90度 腰部前倾30度左右 后仰和侧摆的幅度都比较小 腿部前踢侧踢都是70度左右 后踢20度左右 小腿弯曲可以超过90度 脚腕刚才说了 因为有分段关节 所以各个角度的接地性 都是很不错的 总结一下 星爵这个角色 不知道短期之内 还有没有登场的机会 我个儿呢是很喜欢这个人物的 这款3.0的配件量 对比之前的两个版本要少一点 不过全新的头雕和战衣 是这款两个非常不错的亮点 尤其是这个头雕 表情非常生动 开模和图状上的小细节 也是目前最好的一个 尤其是搭配上其他成员以后 整体可以摆出很多不错的造型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期测评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内容还不错呢 那还请点赞关注一下 我是33 别忘了玩玩具也要有仪式感 咱们下期再聊